已经有中方 中国是希望能够来调停 下个礼拜有特使就要访问中东 那么代表说我的工作方向就是停止 停火 保护平民 缓和局势 推动和谈 很不容易 王毅怎么说呢 他说以色列是超越自卫的范围了 已经违反了人类基本良知 伤害了平民 那不应该集体去惩罚这些民众共同来处罚 沙烏地阿拉伯的外长也是这样说 中国推动世界和平有根本性的作用 希望跟中国一起保护平民免遭伤害 王毅还跟布林肯通电话 还也跟以色列参观的人通了电话 是希望军事手段没有出路 以报易报只会造成恶性循环 但是美国跟布林肯通完话 然后呢 那么有没有办法解决美方态度又是什么 拜登虽然也说这是纳粹大屠杀以来 犹太人所遭受最严重的屠杀 但是无辜的巴勒斯坦家庭也一样 他们也都跟哈马斯无关 所以我们必须拒绝一切形势的仇恨 是这样吗 说是这样说 那怎么做呢 有一份是来自于 一份哈芬登邮报 是当地美国的一份邮报报纸 地方报纸说 美国公务院有一份文件被公布出来了 这叫做内部不鼓励负责中东问题的外交官 公开讲到几个关键词汇 这个词汇是什么呢 包括了降级停火 结束暴力流血 恢复平静 所以他要求官方的官员 外交官都不要提到这几个字 是不希望有这些情况发生吗 当然美国的航母已经有第二艘前进到附近来 要帮忙守门 不叫大家说 我们不是要帮以色列参战 是要威责真主党伊朗 你们不要轻举妄动 那么上面载的是2000名美军两栖突击 对 巴丹号也准备奉命接近以色列当中 但是以色列已经发动 要准备首次地面攻击了 那加萨会遭屠城吗 那是必然的 美国已经派了24架F-15E 在约旦附近代命前进中东 但是以色列进攻 不忘要提到中国吗 相关的西方媒体提到 昨天我们讲到华为的首期 他今天是说包括 以色列的媒体曝光 哈马斯用中国的廉价无人机 在攻击以色列军队 摧毁监控设施吗 那这些所谓的廉价的无人机设施 大概台币8.11元而已 而且不只哈马斯 以巴尼一直用中国大陆的无人机 来监控以色列的军事基地 当然这是一种说法 那中国现在说要来谈何谈 那有这样的报道的消息 又是什么样一种回应的态度呢 那其实不止以巴当地 对于全世界各地来讲 已经产生了一种穆斯林跟犹太人的冲突 跟集体的氛围 很多的穆斯林在各地都上街头抗议 例如在美国 也发生了这样的状况 那双方随时一触即发 美国就以加强为安 犹太学校停课来因应 以色列的麦当劳也表态 说要挺军队 结果穆斯林气炸了去砸电 有五家麦当劳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我昨天有一个朋友 我接到他的消息说 他在巴黎的罗浮宫玩 结果也是类似气道 好像有恐怖攻击的疑虑警报 所以赶快把罗浮宫都封了 那么担心有疑虑 当然后来如果恢复了 既然正常没有发生意外 那就可以恢复平安 但各地都有像这样子的 紧张的氛围在发生 欧洲也是 所以说是必谈哈马斯 这个议题 以至于让BBC 不是有记者受害了吗 伦敦办公室居然被破红漆 这就是不符合所谓主流意见 连媒体都会受害吗 苏纳克也特别针对 这件事情来回应了 他说BBC是国家公广媒体 有责任称哈马斯是恐怖分子 但是BBC回应 媒体的工作是准确描述 实际发生的事情 让观众自己做出判断 拒绝按照他们的方法来做报导 亮哥 这个事件的发展想要调停 谈何容易 这个 补充一下刚刚 卓老师的 刚刚的那个论述 我昨天看法国那个世界报 它有一个独家新闻 他说以色列去强攻 已经导致9个人职在地道死亡 那他说被拍到 被实际哈马斯掳走进入 这个加萨境内 目前能够找到照片的 他们估计只有64个 那其他都是传的 比如说什么250个被救走了 他们现在确认的就是有照片 就确实已经不在以色列境内 那有64个 那昨天说那个混战里面 就死了9个 这个是我看到法国的一个新闻 所以 我坦白说 如果地边部队真的冲进去 真的杀红眼 大概就是认定人质也都会阵亡 我不认为那个会构成 以色列进攻的障碍 为什么呢 因为以色列就是要速战速决 因为这个打久了会复杂化 比如说国际人道主义 你违反会有很多力量介入 而且 坦白说那个介入 比如说联合国就要求 要派人到现场看 已经有人说要到现场观察 有没有战争罪 如果联合国要来你能阻止吗 这一类的 那刚刚还有一个反面 这个反面我觉得 以色列完全不能控制 就是你怎么知道 不会有伊斯兰的国际恐怖主义 在欧美开始作乱 比如说我讲法国 现在开始有 一定有的 我跟你讲到时候 一大堆雪淋淋的尽头 是 法国的穆斯林就有840万人 你可以去想一想 比利时 荷兰 一大堆 这些人不会因为看不下去 说你法国怎么都不做动作 等等 我昨天也看到丹麦挺 那个巴勒斯坦的各式各样的游行 都在欧洲散开了 美国也是 芝加哥也开始了 本来是纽约 美国有六个民主党的议员 在Time Square 跟支持以色列的群众 在那边公开打架 所以我是认为这个会激化 这个激化就是说 你国际组织会被人家怪说 你怎么那么无能的 什么事都做不出来 连那个无国界医师组织 都昨天贴 那个推特在抗议 说以色列叫他们两个小时 要把医院牵走 他说我怎么可能牵走 他就坚持不走 看你敢不敢炸我 就这样 所以我是觉得 以色列的战略战术目的 一定是用最短时间 把战争结束 所以我认为他不会考虑 人质的生命 不会 他要赶快结束 所以我认为惨剧一定会发生 所以既然如此 最惨烈的做法 影响的当然就是全球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一霸战争越演越烈 那么现在将中国大陆方面说 下个礼拜要派员去当地 希望能够调停和平 美国态度不一样 委员 现在全世界有不少人 同情巴勒斯坦人 支持巴勒斯坦人 可是没有人支持哈马斯 那同样的 有很多人 同情以色列 也支持以色列 可是并不支持以色列 做过度的军事行动 杀戮 这个就有点啰嗦 有点麻烦 可是问题是 美国的政治人物 现在竞选当局 有时候话都有点失控 像我刚刚才看到一个 刚刚才出来的一个 美国的视频 就是拜登在竞选常委演讲 他演讲是怪中国说 你怎么没有谴责 这个巴马斯 这个时候谴责有用吗 不要讲的 挺以色列人谴责 巴勒斯坦 挺胖的 谴责以色列人有用 现在不是要谴责谁的问题 你是美国总统 你不是我们网民 你不是键盘侠 我说谴责 谴责 那自己心情放了就没事 问题你是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你这样负责 拿出办法来 说难听一点 你航空母舰在那边 你就开到西奈半岛 就强迫埃及 这个开放边界 把那个大卡车 一步一步把救援物资 开进去 你以色列敢轰炸 做得到 这做得 觉得做得到的东西 你已经就安全了 中国还做不到 那你好吧 你说美国军人不方便在那边停太久 怕公卿变士卒 那你就拜托中国的时候 你派你解放军来 当联络国威尔部队 把南部的地区 那你就保证南部地区没有哈马斯 也不是太难的事情 哈马斯只要身上没有武器 他就是一般的平民 也就是一个 莫名其妙被散动出去的决青 他觉得以为他这样 就是为了他的宗教 为了他的信仰 为了他的领土 这问题已经复杂度 已经超过每一个人可以想象的 我最近在看到网络上的讲 我还知道说 因为很多人对整个历史的认识 都有偏差 所以各有其好 那现在不管这些 现在如何解决问题才是重点 比如说有一个人生病了 比如说阿亮来看病 我讲说你为什么平常不运动 为什么你不八点钟上床睡觉 讲说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就是要开什么药方 赶快把病给解决掉 以后再说 中国这个态度对了 今天不要去刺激两方 然后要尊重巴勒斯坦的生存 中国现在没有一句话说 赞成哈马斯的 没有 所以你拜登拿中国出来竞选干什么 这很不负责任的事 因为有19个共和党座长写信给拜登说 你要支持以色列 要强悍起来是吗 又是选举考量 又是选举考量 这样也不对 你说好不好航空母舰一艘 两艘三艘 你十艘航空母舰多去 你也没什么用 他不是解决问题之道 因为那种已经 那种陆地战的一种状况底下 真的没有一个国家有帮他插手 那就是哈马斯跟以色列军队去对决 那赶快就对决吧 标个输赢吧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尾巴战是当然轻动的是全球 但中国大陆希望调停和平 怎么看 其实中国大陆现在 大概在这个中东最重要的资产 就是它跟伊朗跟沙瓦地阿拉伯的关系 特别是它跟伊朗的关系 因为伊朗现在放话说 如果以色列在这个加沙走廊行动太过激烈 那么真主党会出动 那对以色列会造成非常巨大的灾难 所以如何避免这个战事扩张 到了变成以色列跟所有周边国家的战争 那当然伊朗扮演很关键的角色 所以美国大概期待中国大陆也是扮演这个角色 因为中国大陆要去调停尾巴 大概我觉得是很难 包括像王毅讲的这一句话 就是说以色列已经超过自卫范围 以色列时报也很大篇幅去报道这个消息 所以我觉得大概要直接去调停很难 但是它跟伊朗的关系的确是非常关键 其实另外一个国家也是很关键的角色 就是卡达 因为其实在哈马斯这个组织 在卡达是有直接援助它的 卡达在每个月给它大概是3000万欧元 那它的名目就是说它支持这里的所谓的政府体系 那卡达也是美国所谓的非北约主要盟国 所以说卡达跟美国跟哈马斯都有很密切的关系 因此现在卡达就已经被传出来说 它就在协调什么呢 释放人质 因为如果释放人质 当然双方都会有意愿 特别是以色列的家属 他家人被掳的这些家属 他就会希望人质先回来第一 所以卡达主要在这方面努力 那能不能有成果大概这里